郑爽新剧为了你首次当妈,敢说你没见过如此演技突破的郑爽? 郑爽新剧为了你首次当妈,敢说你没见过如此演技突破的郑爽? 我知道大家一定都还记得,在某节目上,张子怡为了郑爽和刘烨吵架的动图和视频有关的话题一度很火,我也蛮受 确切地说,应该是因为郑爽的演技,对舞台的不认真感惹怒了张子怡 那时候我也一度对她很怀疑,觉得说她怎么是这样的女孩子啊,虽然性格可爱,可是演技也太差了,小动作多到爆炸,整个人不在舞台上表演都有飘忽感 对,这个节目就叫做演员的诞生 但我今天要说的是她现在的新剧《为了你》,我愿意拥抱整个世界 该剧改编自《唐家三勺》,《唐家三勺》,同名字转题小说,由罗进、郑爽、张艺上、唐汉辰等主演 主要说了张长工和李慕子20年从网友,到现实朋友,到相恋到陪伴20年的故事 刚刚出场的张长工职高计算机系毕业,在那个看学历的90年代末找不到工作 第一次去哥们介绍的公司面试,职位被领导熟人所顶替,最后只好去亲戚家开的洗车店帮忙洗车 张长工从互联网新贵后来不慎摔到陈埃里成了落魄才子,从成功到失败,再从失败到成功 经过一系列挣扎反思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,最后成为作家富豪榜榜首的成长历程 这是唐家三勺自己的成长和岁月经历 而郑爽饰演的李木子则是一个军人的后代,他勇敢追爱 对罗金饰演的张长工也是勇敢地表达爱,不矫情,天真善良不世俗 唐家三勺再见过郑爽本人后,也觉得郑爽很适合李木子这个角色 该剧于昨日上线某视频网站,会员抢先看全集,虽然没有上星,但是这样的播出方式也是让粉丝和喜欢郑爽和罗金的人很开心 不仅如此,为了你,我愿意拥抱整个世界还采取了原因方式,没有采用现在观众艳烦了的配音 一开始,我也在担心郑爽的演技问题,毕竟在我看过的郑爽剧中,他的小表情小动作确实是太多了 而且几乎所有的都是配音,让人一度怀疑他的原因不行 毕竟罗金确实是个演技派,总害怕他拖后腿,会不会出现有话风差或者不合适的情况 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,原因的郑爽不但没有给这部剧减分,反而把少女的那种感觉演绎得恰到好处 这种原因的剧真是想让人不好评都不行啊,可以清晰分明地看见郑爽在这部剧里演技好了很多,甚至于努力改掉了一些小毛病小动作 因为这部剧是跨越张长弓和李牧子20年的爱情,所以不难发现这是郑爽年龄跨度蛮大的戏 看海报让我一度有点像看何以生肖默的感觉 不同的是这一部剧更平时,感觉每个人更像身边的人 没有那些狗血剧情,就是甜甜的,很温暖,无论是长工给牧子买早餐 还是带牧子室友去游乐园付钱买票,牧子又还给他了 李牧子这点特别好,不占便宜,不过主要是他真的有钱 感觉这就是每个大学生谈恋爱都会经历的事情 这部剧目前印象最深的就是罗进和郑爽这对网友互对 长工说自己160厘米,牧子说自己体重190斤,说的就是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里张长工和李牧子的网恋,真是够先进的 除此见网友,就给人家爽妹子送减肥药的大兄德外你们见过吗?情景一 长工,执着是肿病,姑娘,保重身体 牧子,姑娘我体重190,身体好着呢 情景二 长工,有个女孩儿啊,都胖得快200斤了 公妈,是不是啊,那么跑,那大姑娘可不行 这部剧除了罗进和郑爽的男女主,还有张艺上饰演的张瑶瑶,张长工妹妹,和人民警察李明峰 一个硬是要给对方当保姆,一个作为雇主要送人家回家,不知道你们这钱到底该怎么算?或者那个时候的女性都如此勇敢吗?还是说长工身边的人都很勇敢? 好的剧情还有很多,每个人都有无奈有坚持 除此之外,剧中很多的以前的摆设东西都很符合,BB机,IC卡,公用电话亭,大哥大,大团结100元等等,就连张长工的家都有留言写说,跟我小时候的家好像 总之看到现在,这是一部值得看的剧,郑爽也碰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,我相信她的演技会越来越进步的,你们觉得呢?